有客户说他家里突然没电了 比较着急啊 现在天气已经比较晚了 我们去给他看吧 现在家里没有电是吧 看一下这个保护器 看这边好像已经跳掉了 我们把这个按进去 给推一下 好 这边全跳掉了 这个可能是哪里有电 短路了啊 那我们把这边 推下来再把这个推上去 不跳了然后我们一个个的来调一下 就可以 这个也可以 都可以整理了吗 这个推上去退掉了 把这个拔掉 把这边推上去 可以 这边也可以 好现在看一下 现在家里哪里没电 这个房间有电吗 再开一下 也不行没电 但是这个厨房间有电了啊 这个房间已经没电 那 那我去撒水了 客户说一个茶杯掉掉了 看到这个插座里面好像有水啊 那是可能是这个插座有问题 把插座里拔掉 看这个插座好像在这个 床的后面 再说差点 对 多一点点 拔掉 看看推上去去 行不行了 可以了 再试一下 这样也可以了啊 这边也有了吧 再试一下 好 来了来了 哎呦 我们下车了 好了啊 就是这个水 倒掉了 然后可能就是 水进到这个插座开关里面了 所以说 这个就短漏了漏电了 插座拔掉 然后把这个插座拿出来 这时候用吹风机啊 把它吹一吹 就是这个里面进水了 啊这个 这个洗了 嗯进水了 你看全是水 全是水 然后用吹风机给它加热一下 吹一吹 嗯 干了 现在我们上去撕一下 好 好像不挑炸了 这边只是蒸银浆了 好了 嘿 就是下面这个茶杯 啊 哎呀 在这